大家可以看一下吗 这个就是圆圆逗逗 我是丢了一个孩子 我24年我就熬成这样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一下子丢了两个孩子 30年 对 29年了 反正必须得死心 必须得严重 严重必须得严重 对于让我们害得太苦了 其实我想给这些 还没有找到孩子的兄弟姐妹 或者是还在寻情路上 苦苦寻找自己父母的孩子 给大家说 就在20多年以前 没有更好的方式方法 可能就是这个骑着摩托车 全国各地的盲目的去找 但是现在呢 我们有那么多的这种方式方法 能够呢 把信息自己规整好 然后有效的去散发 这样呢 可能会起到私办功倍 再一个是什么呢 我们要相信我们的这个 相关部门 因为通过我们的这个相关部门 我找了24年 我的孩子不是我找到的 是我们的公安机关 他们用这个九天时间攻坚克难 不光帮我找到了孩子 而且击补了两名犯罪嫌疑人 而且同时还解救了两三个孩子 那是说明我们一定要相信 我们的这个相关部门 这一个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呢 要守好心 守好家 用好民众 给予我们的这份善良 我们如果用好这份善良 会有更多的 全国各地的好心人 网友 万千的这个好心人去帮我们 如果我们呢 用不好这份善良 可能呢 大家会有一些误区 一些误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